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是超出我们公务部门能够支付的一个金额 所以我们现场是表达说是不是可以有在商架的这个空间 结果他又后续再透过议员同样一名议员 不管是用施压咨询或开记者会的方式 曾经是好市府官员因为杨慧如施压五年多过去了 还是让议员有时会历历在目 据传杨慧如开口谢时威代言价码一千万 与公家单位找代言的八十万预算差太多只好婉拒 想不到杨慧如却抢先召开记者会痛批市府 你给他们的价码是这种价码 坦白说我觉得有一点侮辱 那他们说没有钱 他当时他所要的东西没有拿到 他就用媒体的方式用议员的方式 不断的持续来批评市政府 给公务人员非常大的工作压力 雷师傅为了解释当中误会 赶紧找人联系谢时威 结果发现一切都是骗局 谢时威他表示说 第一他非常乐意代言世大运 因为这是台湾的骄傲 第二杨慧如并不是他的经纪人 杨慧如还曾经为了这件事情公开道歉 有时会揭露杨慧如一贯手法 先攀关西甚至假冒身份 如果无法达到他预期的价码 就会找友好名代 施压开记者会 甚至意图抹黑误导 所以今天早上市府的副市长 还来跟我讲说 柯市长对于杨慧如 中央地方到处申请经费这件事 感觉到非常的愤怒 街口前联系不上杨慧如与严慎棍 无法取得当事人说法 只是当年怎么抢下标案 也随着杨慧如卷入网军案 将一一被检视 介绍杨慧如学习为台北报导